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南海的冲突 尤其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 就在上周末 中国海警船与一艘日本制造的菲律宾海岸警卫船发生了冲突 这是8月份以来双方的第五次交锋 惹来了东京和华盛顿的强烈谴责 事件发生在距离菲律宾海岸约110海里的萨比纳礁 这一地区的主权争议引发了国际关注 此外 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引人注目 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调整了该国的外交政策 向中国靠拢 并强调应该在深锁国之间解决争端 而非引入外部势力 这一政策或许将对明年马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带来挑战 马来西亚在捍卫自身主权的同时 亦努力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这样的平衡策略是否能够奏效 值得我们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海冲突在起 中国与菲律宾的对峙愈演愈烈 根据Japan Times报道 北京在周末的一次南海争议区域冲突中 因中国海警船多次撞击一艘日本制造的菲律宾海岸警卫船 而遭到东京和华盛顿的强烈谴责 这次冲突发生在萨比纳礁 距离菲律宾海岸约110海里204公里 而海南岛最近的中国陆地距离这里约1200公里 尽管如此 北京与马尼拉都声称对该礁石拥有主权 自4月15日以来 菲律宾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97米长的 BRP Teresa McBannual巡逻船 这艘船部分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官方发展援助贷款资助而建造 可谓来头不小 这次事件并非孤立 早在8月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已经爆发过4次类似冲突 北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而菲律宾急于捍卫其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 这场对峙显示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和各方利益的纠葛 菲律宾在这一地区的举措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而是整个东盟国家在面对中国挑战时的缩影 然而 不同于菲律宾的强硬立场 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显得既沉默又坚定 根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 重新调整了该国的外交政策 更倾向于亲中和反西方 尽管有人认为 吉隆坡在南海争端问题上 更接近北京的立场 但安瓦尔政府在保持领土声索和主权权力方面 与其前任基本一致 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 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 当时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 对于北京在南海的重叠声索 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 首先 马来西亚坚定的主张和捍卫 其在专属经济区EEC内的领土声索和主权权力 马来西亚向其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中占领的五个环礁 部署了军事人员 并由马来西亚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在该国的EEC内保持不间断的监控 其次 吉隆坡努力将争端与该国与中国的重要经济联系分开 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来西亚淡化了争端 对中国海警在卢科尼亚礁的几乎不间断的存在 以及其对马来西亚钻井平台和勘探船的定期骚扰保持沉默 第三方面 马来西亚支持东盟中国的冲突管理过程 通过谈判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 虽然马来西亚在谈判中更愿意提出双边谈判的前景 但实际上并无意与北京讨论共同开发的具体事宜 更不用说主权问题了 自2022年11月上任以来 安瓦尔政府一直遵循这一三管旗下的政策 国有能源公司Patronus 继续在该国的EZ内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探 2023年4月从中国返回后 安瓦尔告诉议会 尽管北京对Patronus的活动提出了关切 但马来西亚认为该地区是马来西亚领土 因此Patronus将继续在那里进行勘探活动 然而 安瓦尔也表示 马来西亚愿意与中国进行谈判 这一言论引发了反对派的强烈批评 他们指责安瓦尔在言辞上粗心大意 外交部迅速跟进发表声明 重申政府明确而坚定地 致力于保护该国在南海的主权 去年8月 中国发布了一张显示九段线的新地图 马来西亚断然拒绝 马来西亚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病 没有减少在该国水域的存在 事实上 马来西亚计划在沙拉越的明都鲁 建造一个新的海军基地 更加强了其防务力量 安瓦尔政府继续淡化与中国的争端 在6月的一次采访中 安瓦尔指责西方夸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 他说 我们与中国有问题吗 是的 我们遇到过任何严重的冲突或问题吗 没有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努西尔万斌扎伊纳尔 阿比丁也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表示 尽管他希望中国船只不要在马来西亚属于徘徊 但它们的存在不应影响双边关系 在最近的东盟部长会议上 外交部长穆罕默德 哈桑的声明也引起了震惊 他说区域内的问题应通过国家之间的对话解决 这一声明可能是在暗指 菲律宾与美国的紧密关系 但马来西亚也与美国有着密切的防务关系 并通过定期的船只访问和联合演习 促进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总的来说 马来西亚对南海争端 采取了与越南或菲律宾截然不同的方式 这一三管齐下的政策 使马来西亚能够在主张其领土声索 和保护其主权权利的同时 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安瓦尔深知这一点 并且不会偏离他 这种平衡策略让马来西亚 在复杂的南海局势中 保持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和影响力 因斯托里在 ICS Youth of Eshock研究所的评论中指出 马来西亚的这种策略 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外交智慧 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北京在南海问题上一贯主张历史权利 这次冲突是对中国主权的坚定捍卫 你看 从南海化九段线开始 中国就已经强调这片海域自古属于我们 海南岛距离萨比纳礁虽然有1200公里 但对于中国来说 这根本不是问题 我们的海洋权力远超过这个范围 况且这艘日本制造的菲律宾船只本身就带有外部势力的影子 我们当然要警惕啊 楚天书 你这话就有点像拿着古老的地图说 这些土地都是我祖宗的 所以我现在要收回来 九段线的历史权利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菲律宾的萨比纳礁距离他们更近 也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 你说日本制造的船有外部势力的影子 那中国自己从俄罗斯买来的武器又怎么说 这双标的也太明显了吧 再说北京这次的行动难道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被东京和华盛顿联手谴责 这么搞下去还要不要全世界的朋友圈了 得了吧 谢奇奇 你这话就像是小孩子吵架 你打我一下 我回敬你两下 你提到的这些国际谴责 难道中国会怕吗 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早就习惯了大国之间的博弈 这次南海冲突其实是一种策略 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至于你说的外部势力 从历史上看 外部势力插手亚洲事务 最后的结果都不好 这次也不例外 楚天书 这话听着像历史课本里的大国崛起篇章 但现实是 现代国际关系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争我夺了 这种策略只会激怒周边国家 搞得人人自为 当年的九段线说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早就否定了 你这么说 简直是在重复唐吉赫德的经典场景 骑着驴子去跟风车战斗 北京要真想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应该更多的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言不合就撞传 哎哟 谢奇奇 就你这唐吉赫德的比喻听着挺有趣 但实际上这个风车可是会转动的 我们在南海的做法不是单纯的撞传行为 而是一种实际力量的展示 你说的什么外交手段 那是你们这些文弱书生喜欢的套路 对于维护国家主权来说 有时候拳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 再说了 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些小动作 真要放纵下去 难保不会日益猖獗 所以 该打的时候就得打 这才是大国风范 楚天说 你这话听着好像是要变成南海拳王了 不过 现实是 拳头在硬 还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你看 马来西亚就很聪明 他们一边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边跟中国搞好经济合作 这才是双赢的局面 你这么一来 搞得周边国家纷纷向美国靠拢 结果是中国被孤立 就好像一个爱炫耀自己肌肉的人 最后都没人愿意跟他一起玩了 现代国际关系讲究的是合作和平衡 而不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活着 能够 我们的渠国 我们的渠国